杨磯 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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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遲到 因為這麼多年第一次遇到 司機約好了來接我 好像人間蒸發一樣 也沒打電話 也沒出現 也找不到人 臨時派新的 別的時期 好 來 報告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本日會議繼續審查 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有关劳动部主管预算公务部分案预算处理 我想介绍在场委员跟列习官 我们就先省略好节省时间 本日预算审查案 税入科目以项为处理单位 税出科目以幕为处理单位 每位委员之提案说明以三分钟为原则 提案委员不在场 该提案先于保留 是全部审查完毕进行第二轮时 如仍不在场该提案不予处理 无提案部分预算照列 现在开始进行预算案之审查 请医事人员宣读预算相关科目及提案 来那个王委员有程序问题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 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劳动部的预算 但是之前本期就听闻有委员提出来的案子是把劳动部所有的预算 全部冻结二分之一 那劳动部的预算总共是1192亿 9141万2千元 冻结二分之一的金额是高达 五百多亿 我不晓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的处理上面 如果有委员的提案是全部已经冻结掉五百多亿 那以下的案子是要怎么样的处理 那过去我不知道在委员会有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五百多亿我想这可能已经创下我们所有各委员会里面所冻结的预算数的最高的这个数字 五百多亿过去从未听闻 在课委会里面我们看到说有这个民进党委员提出冻结2.2亿就引发渲染大波 那我觉得我们未完委员会的委员大家要 这个是涉及到未完委员会每一个委员 这个送出去就是我们大家要共同去背负的 如果我们委员会通过这么高额的是五百多亿的冻结案 我不晓得这个要怎么对社会大众交代 而那个的理由是不是够充分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要一起来公平 所以这个程序问题我认为应该要先提出 我不晓得主席待会遇到这样的案子怎么怎么处理 这个是前所未见的以上 来 林委员 主席各位这也不是程序问题 这个就进入讨论的时候实质讨论嘛 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在这里 现在就是要讨论这个案子 所以是不是直接进入程序 第一案大家都不同意我们就不同意 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 那也不用程序处理的问题 实质讨论合不合理不合理 我们就不同意这个委员的提案 好来 那个这个是陈介入委员的提案 那因为他这个生病住院 所以我他这个请我跟他共提 所以这个还是必须讨论 那不过他的这个提案的理由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他是因为我们劳动部在今年9月25日 公布了一个专科以上学校 学生兼任助理不计入身心障碍 定额禁用人数的这个 韩令的解释 是然后他说他认为这个已经明确 预阅母法 预阅了这个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 那所以这个他认为说 不仅是这个违法滥权 而且是严重强害身心障碍者的就业权益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动机二分之一 那老实讲我也动过灵物局的预算二分之一 那这个就是要求对核跟病的问题 要做全国性的比照红火 以做全国性的统合性的跨部会的这些治理工作 那我在想说 因为陈杰伦有昨天有打电话给我说 因为他今天没有办法来 那他希望这个案子可以保留 好不好 那我们就保留 不许讨论嘛 我们就保留送协商好不好 因为每个委员都有每个委员提案的权利啦 是是 所以你连保留都反对是不是 不过因为我们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已经才是保留了 好那王伟委员反对 好那我们接着我们先宣读 那个预算相关科目及提案 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关于劳动部主管 劳动部劳工保险局 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 职业安全卫生署 劳动基金运用局 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收支部分 请委员参阅预算收支减表 一税入部分 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 第146项 劳动部139万元 第147项 劳工保险局一亿 1550万6千元 第148项 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 32万6千元 第149项 职业安全卫生署 7800万元 第150项 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40万元 第三款 归费收入 第112项 劳动部 2390万2千元 第113项 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 1亿 6084万6千元 第144项 职业安全卫生署 3亿 3416万7千元 第四款 财产收入 第157项 劳动部 16000元 第158项 劳工保险局 37万3千元 第159项 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 662万6千元 第160项 劳动基金应用局 2千元 第161项 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80万元 第7款 其他收入 第161项 劳动部 13万元 第162项 劳工保险局 31万2千元 第163项 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 82万2千元 第164项 劳动基金应用局 8千元 第165项 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6万元以上均无提案 2 税出部分 第15款 劳动部主管 1192亿 9141万2千元 提案1案 第1项 劳动部 1130亿 0743万4千元 提案3案 第1项 劳动保险业务 1123亿 2882万2千元 提案1案 第2项 一般行政 5亿 0440万3千元 提案6案 第3项 综合规划业务 2427万元 提案11案 第4项 劳动关系业务 8594万1千元 提案4案 第5项 劳动扶子退休业务 4119万7千元 提案1案 第6项 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业务 772万6千元 提案6案 第7项 劳动法务业务 900万2千元 提案3案 第8项 第1预备金607万3千元 无提案 另有组决议 7案 第2项 劳动保险局 31亿 6798万9千元 第1项 一般行政 25亿 2739万元 提案4案 第2项 保险业务 5亿 3479万5千元 提案2案 第3项 一般建筑及设备 5列 15 提案 第4项 第1预备金 445万元 无提案 第5项 劳工退休金业务 1亿 0135万4千元 无提案 另有组决议 案 第3项 劳动力发展属及所属 18亿 6956万2千元 第1项 一般行政 2亿 8674万9千元 提案2 案 第2项 劳动力发展业务 2亿 1372万1千元 提案 13案 第3项 分属管理 12亿 6712万8千元 提案2 案第4项 技能检定中心管理 9913万3千元 提案1案 第5项 第1预备金 283万1千元 无提案 另有组决议 4案 第4项 职业安全卫生署 7亿 6276万3千元 第1项 职业灾害保护业务 4千万元 无提案 第2项 一般行政 3亿 5988万1千元 提案2 案 第3项 职业安全卫生业务 3亿6198万2千元 提案 10案 第4项 一般建筑及设备 无列宿 无提案 第5项 第一预备金 90万元 无提案 另有组决议 1案 第5项 劳动基金 运用局 1亿 9292万1千元 第1项 一般行政 1亿 6339万6千元 提案 1案 第2项 劳动基金 运用业务 2889万5千元 提案 1案 第3项 第一预备金 63万元 无提案 另有组决议 2案 第6项 劳动基 职业安全卫生 研究所 2亿 9074万3千元 提案 2案 第一项 一般行政 9250万3千元 无提案 第二项 劳动基 职业安全卫生 研究 1亿 9千万元 提案 3案 第三项 一般建筑及设备 814万元 无提案 第4项 第一预备金 10万元 无提案 继续宣读 提案 请委员参阅 提案 会整表 第一项 委员陈杰如 等提案 劳动部 及所属 1192亿 9141万2千元 冻结 1分之1 第二项 委员洋药 等提案 国内履费 773万5千元 简列 73万5千元 第三项 委员洋药 等提案 国外履费 210万1千元 简列 50万元 第4案 委员洋药 等提案 派员出国 预算 227万8千元 简列 60万元 第5案 委员刘建国 等提案 一般行政业务费 8832万6千元 简列 150万元 第10案 委员洋药 等提案 统计业务管理业务费 987万9千元 简列 87万9千元 第11案 委员洋药 等提案 劳动资讯业务 1897万7千元 简列 180万元 第12案 委员刘建国 等提案 综合规划业务 2427万元 简列 120万元 冻结240万元 第13案 委员林淑芬 等提案 综合规划业务 2427万元 冻结1分之1 第14案 委员王玉米 等提案 综合规划业务 2427万元 冻结200万元 第15案 委员洋药 等提案 策划政策推展 456万元 简列 60万元 第16案 委员江慧珍 等提案 策划政策推展 456万元 冻结100万元 第17案 委员江慧珍 等提案 策划政策推展 456万元 冻结70万元 第18案 委员量要 等提案 强化计划管考 292万元 简列 90万元 第19案 委员量要 等提案 强化人力资源 政策规划 业务费 370万元 简列 70万元 第20案 委员江慧珍 等提案 强化国际事务 959万元 冻结100万元 第21案 委员量要 等提案 因应贸易自由化 之政策 规划协调 与劳工支持服务 350万元 简列 50万元 第22案 委员量数分 等提案 因应贸易自由化 之政策 规划协调 与劳工支持服务 350万元 冻结120万元 第23案 委员王玉敏 等提案 劳动关系业务 8594万1千元 冻结250万元 第24案 委员量建国 等提案 强化劳资 伙伴关系 健全 劳资争议 处理制度 因应贸易自由化 稳定劳资关系 4913万1千元 简列250万元 冻结500万元 第25案 委员量要 等提案 强化劳资 伙伴关系业务费 539万5千元 简列60万元 第26案 委员量要 等提案 因应贸易自由化 稳定劳资关系 业务费 293万6千元 简列93万6千元 第27案 委员 原刘建国 等提案 劳动福祉 退休业务 4119万7千元 简列100万元 冻结200万元 第28案 委员 刘建国 等提案 劳动条件 及就业平等业务 772万6千元 简列16万元 冻结77万元 第29案 委员 林淑芬等提案 劳动条件及 就业平等业务 772万6千元 冻结1分之1 第30案 委员 王玉敏等提案 劳动条件及 就业平等业务 772万6千元 冻结150万元 第31案 委员 杨耀等提案 落实劳动基准法 保障劳工法定 权利业务费 225万8千元 简列50万元 第32案 委员 姜惠甄等提案 健全合理工时制度 95万元 冻结1分之1 第33案 委员 王玉敏等提案 健全就业 平等法制 落实职场 平权业务费 341万8千元 冻结100万元 第34案 委员 刘建国等提案 劳动法务业务 900万2千元 冻结90万元 第35案 委员 杨耀等提案 劳动法务业务费 202万1千元 简列50万元 第36案 委员 杨耀等提案 宿院 审议业务费 267万1千元 简列60万元 第37至第40案 军委委员 郑鲁芬等提案 第41案 委员 宁洪池等提案 第42及第43案 军委委员 苏清权等提案 第44案 委员 建国等提案 一般行政 25亿 2739万元 简列200万元 冻结1000万元 第45案 委员 宁淑芬 等提案 一般行政 25亿 2739万元 冻结 二分之一 人员 维持费除外 第46案 委员 洋药等提案 基本行政工作 维持业务费 3亿 193万4千元 简列100万元 第47案 委员 洋药等提案 资讯业务业务费 3亿 3996万1千元 简列200万元 第48案 委员 管理业务费 4145万1千元 简列50万元 第50案 委员 输清权 等提案 第51案 委员 刘建国 等提案 一般行政 二亿 86749000元 冻结 2800万元 第52案 委员 因素分 等提案 基本行政工作 维持 2375万4千元 冻结 二分之一 第53案 委员 刘建国 等提案 第一节综合规划 及第三节就业服务 一亿 9067万1千元 简列500万元 冻结 1000万元 第54案 委员 姜惠珍 等提案 综合规划 967万8千元 冻结 100万元 第55案 委员 姜惠珍 等提案 综合规划 967万8千元 冻结 50万元 第56案 委员 杨玉昕 等提案 综合规划 967万8千元 冻结 50万元 第57案 委员 杨药 等提案 重要业务 效益评估及专案 管考 589万7千元 简列 89万7千元 第58案 委员 因素分 等提案 重要业务 效益评估及专案 管考 589万7千元 冻结 500万元 第59案 委员 杨药 等提案 因应贸易自由化 就业发展 及协助业务 323万2千元 简列 60万元 第60案 委员 建国 等提案 训练发展 1395万9千元 简列 70万元 冻结 140万元 第61案 委员 王玉敏 等提案 训练发展 1395万9千元 冻结 200万元 第62案 委员 王玉敏 等提案 推展 职业训练 发展 业务 业务 业务费 325万2千元 冻结 100万元 第63案 委员 洋药 等提案 因应贸易自由化 就业发展 及协助业务 业务费 1070万7千元 简列 150万元 第64案 委员 刘建国 等提案 身心障碍者 及特定对象 业务 909万1千元 简列 50万元 冻结 100万元 第65案 委员 杨玉心 等提案 身心障碍者 及特定对象 业务 909万1千元 冻结 90万元 第66案 委员 刘建国 等提案 分属管理 12亿 6712万8千元 简列 500万元 冻结 2000万元 第67案 委员 刘建国 等提案 办理 值钱训练 4753万8千元 简列 250万 冻结 500万元 第68案 委员 刘建国 等提案 技能检定 中心管理 9913万3千元 简列 500万元 冻结 1000万元 第69集 70案 均文 委员 郑鲁分 等提案 第71案 委员 林鸿 等提案 第72案 委员 舒清全 等提案 第73案 委员 林淑 分 等提案 一般行政 三亿 5988万1千元 冻结 二分之一 人员 维持费 除外 第74案 委员 量要 等提案 基本行政 工作维持 业务费 3962万元 简列 100万元 第75案 委员 刘建国 等提案 职业安全 职业安全 卫生业务 5904万2千元 简列 300万元 冻结 600万元 第76案 委员 田丘 警等提案 建构 职场安全 及推动 防灾 措施 1436万 1000元 冻结 700万元 第77案 委员 田丘 警等提案 強化 职业 卫生 与推动 劳工 健康 服务 1095万 1000元 简列 74万 8000元 冻结 149万 7000元 第78案 委员 田丘 警等提案 強化 职业 卫生 与推动 劳工 健康 服务 1095万 1000元 简列 150万 第79案 委员 江慧 甄 等提案 加强 劳动 监督 检查 1179万 9000元 冻结 1分 第80案 委员 王玉敏 等提案 加强 劳动 监督 检查 业务 費 1140万 8000元 冻结 250万 第81案 委员 刘 委员 郑敬 等提案 提案 提升我国 职业安全 衛生水准 7000万 冻结 1350万 第83案 委员 洋 等提案 提升我国 职业安全 衛生水准 7000万 第84案 委员 田丘警等 提案 提升我国 职业安全 衛生水准 7000万 冻结 1350万 第85案 委员 政鲁芬等提案 第86案 委员 原流建国等提案 一般行政 1亿 6339万 6000元 冻结 200万元 第87案 委员 劉建国等提案 勞动基金 运用业务 2889万 5千元 简列 100万元 冻结 十分之一 第88案 委员 林洪池等提案 第89案 委员 第91案 委员 洋药等提案 國內旅費 393萬1千元 简列 90万元 第92案 委员 王玉敏等提案 基電營造化工安全技術及安全管理研究業務費 4133萬1千元 凍結 400萬元 第93案 委员 劉建国等提案 有害物 風險評估控管技術及健康管理研究 4122萬3千元 凍結 十分之一 第94案 委员 劉建國等提案 辦理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展示 研發成果推廣與國際交流 2758萬7千元 簡列200萬元凍結 十分之一 宣讀完畢 本席提案 767778884及楊育昕委員56665案改組決議 請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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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案 第8案 有建於行政院人士行政總處針對所屬各主管機關運用非典型人力之調查統計指出 100年度至103年度勞動部主管運用非典型人力佔比分別為41.5% 54.46% 63.79% 62.3% 比例過高政府機關運用人力之簡化及彈性化 雖為目前行政院組織改造既定之政策方向推動 為過度仰賴非典型人力將影響機關殘疾業務之運作 原此要求勞動部及所屬單位全面檢討人力之原配制 並建立非典型人力之管控機制 並於隔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 第14案有鑑於行政院主計總處公佈之人力資源調查統計結果 我國103年青年失業率為12.63% 相較於亞洲鄰近各國日本6.5% 中國10.5% 南韓10.4% 及新加坡9.6% 我國青年失業率偏高 並以青年失業率為整體失業率之倍數觀察 我國103年該倍數為3.19倍高於開發經濟體之2.14倍 歐盟28國之2.22倍 日本之1.76倍 中國之2.23倍 顯示我國青年失業率偏高 並於二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以達到協助青年就業之目標 第23案根據勞動部統計至104年11月15日指 實施無薪休假事業單位共計是15家 實施人數5295人 相較於同年10月 加速增加12人 人數增加4074人 顯見我國事業單位實施無薪休假之情形嚴重 侵害勞工權益試盛 勞動部未能查見無薪假休假問題日益嚴重 亦無及時提出解決方案以穩定勞資關係 原要求勞動部確實檢討無薪假休假相關應應機制 並於兩個月內 規定具體解決方案送交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30案有介於勞動部 102年及103年公讀生勞動條件 狀案檢查報告102年不合格率高達58% 103年不合格率雖有下降但能高達42% 再者102年及103年建教生狀案檢查違法比例 102年不合格率50%不 103年不合格率30% 可見雇主違反勞機法之情形能所在多有 對勞工之保障行有不足 原要求勞動部於二個月內提出督促 聘雇青少年之雇主遵守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之具體方案 送交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33案有介於勞動部 104年版中高齡勞動統計 我國103年女性參與率為50.6% 低於新加坡58.6% 低於歐美大部分國家 如加拿大61.6% 英國57.6% 美國57% 德國54.8% 勞動部指示全國勞動力之規劃及應用 並參與推動各項女性就業方案 維護女族群之勞參與能低於先進國家原始 要求勞動部針對女性勞參與偏低之問題提出具體可行之改善對策 並於二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第六十一案 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截至104年6月底子 任職於機構 和老人福利機構與護理之家醫院及居家服務單位之照顧服務員 其佔比分別為 42.6% 30.1% 27.3% 可見 國內近四分之三的 照顧服務員均留向機構及醫院 投入居家服務者明顯偏低 印查勞動力發展署 所以逐年委外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為部分居家服務單位反應 因造服員之訓練單位與禁用單位不同 導致造服員經訓練所學之技能未能充分符合 居服單位之實際需求影響居服單位之人力運用 及照顧員九任之意願原要求勞動力發展署 提出居家服務單位之訓自用計畫 積極輔導居服單位承辦照顧服務員訓練 落實居家造服員訓用合一 並於二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第62案 近年來我國產院缺工與失業並存 缺工率在98年2月僅1.08%至103年8月 104年2月時已升至3.15%及3.17% 產業缺工情形嚴重令查 缺工人數占失業人數百分比 由98年2月的19%增長至103年8月104年2月的50% 及56% 現金今年來勞動部所規劃辦理知識業者職業訓練 未能竊合產業人力資源發展手續原始 勞動部應依產業發展規劃資訊課程以符合產業脈動協助產業獲得相關人才 並於二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第80案 依照勞動部統計103年度實施勞動條件檢查共12277場次違反法令者為4292場次 違反法令總項數為6956項顯見雇主違反工時及勞動條件規定之比率偏高 且103年度至104年度進行自勞動條件檢查 專案檢查亦有相同情形 原始要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確實檢討前開問題 針對如何督促雇主遵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以及加強勞工權利保障於二個月內提出具體可行之改善方案 送交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92案 按2010年至2014年我國職業傷害死亡千人率各為千分之0.030 千分之0.033千分之0.032千分之0.030千分之0.027 雖大致呈現下降趨勢但能高於加拿大新加坡法國德國等歐美先進國家 顯見我國勞動環境能有努力空間職業安全水準 亦有待強化原要求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全面檢討我國勞動職業安全衛生發生原因 積極推廣研究成果針對如何有效提升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水準 提出具體改善方案並於二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第56案 勞動力發展署105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阪述該署將擴大二度就業婦女中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 適應就業協助運用就業促進工具並依個案之需求提供相關就業及創業諮詢 報導等服務 穩定弱勢族群就業險見該處充分理解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就業之 特殊性為該處 為針對身心生障就業服務定義 關鍵績效指標 為藉藉難以衡量政府施政成果的 據103年度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結果 升障者勞動率 勞動參與率僅19.7 較全體國民平均低38.8個百分比 國內身心障礙者失業率達11% 為一般人2.8倍 升障者平均求職時間長達12.75 且每月平均所得僅2.4萬 較全國各業受雇員工低1.8萬 上述資料顯示身障礙者就業情勢 較一般求職者更為艱難主管機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應更積極研議改善對策 為督促主管機關改善施政績效管理 原要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2個月內提出改善生障者就業施政績效 書面報告中交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65案 勞動力發展署推動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業務 依該署身心障礙者就業人數推估 據庇護性就業需求之身障者約2413人 男兒自104年6月底子 目前卻僅有1779家庇護性就業名額 許多庇護工廠經營狀況不加137家庇護工廠中 52家沒有獲利38% 40家獲利未滿30萬 24%顯示半數以上庇護工廠面臨經營困難 勞動力發展署雖以運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庇護工廠營運為庇護工廠 獲利情況未見改善 持續依賴政府補助不僅難以提供更多就業名額 也與生障就業機構之定位不相符 成為另一種生障福利機構 為強化庇護工廠經營輔導業務 原要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屬於二個月內提出有關協助庇護工廠經營之 精進做法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76案 勞動部為保障職場工作者安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七條鎖定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網站登錄制度 業於104年1月1日施行迄今完成申報登錄 資產品已超過5700形式前每月皆有近百形式數量之成長 為勞動部職業安全署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七條鎖定 源頭管理制度除阻止不符安全標準之輸入品進入俄國市場 減少使用者傷害外上需採認國外驗證合格品 以兼顧國外輸入品質通關便結化之便民作法 原要求勞動部應加強比對分析國外資料 以建立認定基準並於105年9月底前將執行清新初步報告 向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 第77案為維護國人對於危害性化學品資的權利 保障國人健康及安全勞動部職業安全署 應積極推動危害性化學品分類標準 分類標示及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逐步擴充及更新安全資料表 於105年底前至少達到5000份以上 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 第78案 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 醫療機構之檢查品質涉及勞工權益 與雇主健康管理之判斷 為提升健檢醫護人員健康檢查相關資能 及強化認可醫療機構之檢查品質 應強化該等人員教育訓練之機制 原要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檢討現行健檢醫護人員教育訓練機制 除面授方式外應提供線上學習觀摩等多元學習管道 並於105年9月底前將執行成果提報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84案 勞動部推動安全資訊申報 所以已完成5700形式機械設備器具登陸 為對登陸資料與市場流通產品 規格是否具一致性上需對國內產自廠廠儲存場所 營業場所及使用場所之產品進行監督及市場查驗 以執行廠廠及市場抽樣與購樣測試 清查比對產銷調查使用端核對及調查等後端監督管理 令要求勞動部應針對機械設備器具於105年10月底前提出 適合我國國情資產業用機械產品安全標準草案 並將執行情形向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宣讀完畢 稅入部分無提案全部照列 稅出部分提案共94案除主決議之提案32案全部通過 及無提案者照列以外 其餘提案64案均於保留送朝野協商 兩位委員有無意見 好 做以下宣告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勞動部主管 衛生福利部主管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預算 公務預算案審查完畢 提報院會處理 院會處理前需交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陳召集委員 宣告 臺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 我們多次呼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